第一个的话当然我们会有 这个我这个先切到这个 首先的话第一个是 这边会有一个叫booking id的一个 所以第一道题就是请你把booking id产生 所以第一个打开 你打开这个空白的档案 这边一定是空的 所以你就先切到booking的里面 打开你会看到这边是空的 那你要把公式给填上去 那至于公式的规则 我记得好像云端上也有参考答案 然后我们做的方式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总共的话会有 应该最后的结果 你可以把它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饭店缩写 所以它其实等于一题里面会有 应该是四个问题吧 然后中间加一个减号 第二个的话0106指的是什么 就这个 1月6号 指是说各位数字前面要补零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 它的check in 这个应该是check out日期 减掉check in日期 所以意思是住几天的意思 不是住几晚 等于是把6减掉3 所以check out日期减 check in日期 最后的话再加上这个人的什么 这个人的名 它应该是它的名字 是姓还是名 这是first name surname 它应该它的名字 它的名 OK 那就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公式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一串 蛮长一串 因为这个之前练习过了 我就不重新再演示了 那其中当然如果你要查它的缩写 这个缩写怎么查 如果讲到查询的话 那当然会用到V的函数 所以因为我们在 一样公式里面有个名称管理员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名称叫Hotel Detail 这个Hotel Detail 实际上就是饭店的详细资料 饭店详细资料在这边 那实际上它就会对应到的就是这个表 所以你把游标 这个对应到这边来 它就是这个栏 然后基本上它的缩写在第二栏 然后要查的是在第一栏 然后要查的是在第一栏 所以查到它之后 把这个缩写带回来的话 所以这个概念前面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什么 一个V的函数去把什么呢 这个B2的资料去查V的函数 把第二栏的资料带过来 那不要找接近的 那就查到它的缩写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它的 Checkout日期 那这个地方的话 会用到另外的函数叫Test Test的话呢就是格式化 那因为要格式化成 这个什么 月跟日都要两码 所以两码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MMDD 如果你假设你只有一个M的话 它应该会得到的就是没有 所以你MD的话 你打勾应该变什么 它变成 变成 对没有 就是没有0 16 16就1月6 好 那这样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所以记得这边一定要改成 MMDD OK 那就自动会帮你把它补0 有没有 0106 那住几天的话呢 应该是住几 我看 跟正 应该是 这个是Booking Day 所以住几 住几天的话 应该是Checkout日期 减掉Checkout日期 加1 OK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这个住几天 不是住几晚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加上它的First Name 那就会是 最后的Booking ID 而且特别特别注意 如果你前面Booking ID做错的话 那你后面的 这个另外一个 资料表的资料 也会跟着全错 所以之前有同一练习的时候 发现奇怪 后面怎么一直出现错误 那主要是你前面这边做错的话 那后面也会跟着全错 所以向下填满 所以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抽到这一题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这个地方如果没做对 你后面即便做对 也不会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再怎么样 你前面一定要对 不然你后面就不用做了 后面一定是全错 跟着错 比如说像我刚刚这里 假设我这边 MMDD 可能我只记得MD 假设这边是错的 有没有 这边也全错 那你会发现 底下做出来 都会变这样 有没有 全部都找不到 所以之前有同学练习的时候 发现 老师为什么我后面公司都打对 但是全部都变NASAVAILABLE 跟各位讲 错应该错在前面 所以如果你发现说你后面错 那请你找一下前面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其实 如果你前面没做对 那后面基本上也不会是正确的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打勾一下 这个向下填满 我看如果这个改完 那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改正确 切过来看一下 完全正确 所以这差异非常非常 因为它是连锁的效应 也是这个ID跟后面是联动的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做Build List 那Build List里面的话就是把 根据这个 这个资料 这个它的ID 所以你假设要查什么 它的全名 住几号房 住几晚 多少钱 总价多少 这些要查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根据一个ID 所以这边顺便有个概念 一定要非常清楚 就是你将来在查询资料 ID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也就是如果你ID错的话 那其他都错 那这个ID 基本上具备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的话呢 一定不会跟别人重复 所以你们的学号呢 绝对不会有人跟你有一模一样的学号 你的身份字号也是唯一的 所以这个ID是用来辨识 你这个人的资料 是不是有获得唯一的 如果是唯一的话呢 那就可以查到我们要的资料 所以你在建那个ID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说 会不会有人跟这个资料 如果会的话 那一定要把它改成完全 不会重复的状况 那再来的话 我们按照那个ID查询 所以第一个是刚刚那个公式 一 step1 第二个的话是分别把它的全名查过来 那它全名的话 当然就包含它的first name 加上它的什么 它的sername 所以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中间加空白 所以这个公式的话就是 去查那个总表 那个总表的话就是booking 然后它的第八栏 然后把资料取出来跟第九栏 中间end一个空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的名字 给查出来了 OK 所以如果你查完 向下填满 那room number的话呢 就是其实几号房 在这边刚好也 第六 所以你就是把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公式 直接复制 贴过来 改成六就可以了 那几晚的话呢 就是把它的check in日期 减下全高不用加一 因为不是天 那price的话呢 因为它这边有个表 叫做look price 这边有个叫look price 前面有讲过 所以呢 这个look price就是 哪一个房间 那它这个房间的话呢 前面是加一个什么 哪一个hotel的缩写 的几号房 一碗多少钱 所以呢你可以先把 缩写加上几号房的 这个公式先把它做出来 再去查询 所以你会发现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把什么 把编号里面的前三个字 有没有 所以用laps a2的三个字 这个是取 g1- 然后在end 几号房 就是root number 把它串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那个 我们的 就是缩写跟饭店 再去 这个looking price里面去查 查到就是它的那个 一碗多少钱 所以查完之后 就得到了 一碗多少钱 最后把这两个相乘 就是amount 那当然了 这一题 我是希望最后呢 可以把 这边清除掉了 所以一样 跟刚刚那个VBA 差不多 那主要的效果 就是 当然 特别注意 将来考试的时候 不用考这个ID 就是前面这个工作表 不用做 你只要做bill list 这边 做两个按钮上去就可以 一个是bill 底线list 一个是清除 那清除的话 就把bill到fill清掉 然后这个的话 再把公式倒进来 那其实里面做的事情 基本上跟刚刚那个 人事考评基本上一样 有没有 一样是video basic 所以开发人员的video basic 第二的话 一样是模组 那模组里面的话 增加两个sub 所以将来一样的动作 video basic 然后模组 一样这边有bill list 就一个sub 过来 这个清除 这个过来 那两边就对应 如果按一下这个 就清除 那写程式的方式 你会发现 也蛮得一通的 有没有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225列 就最下面那一列 然后呢 一样把这个范围的 出声歌给清掉 那清除跟bill list 最大的差别 实际上呢 就是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 后面的双引号 再加上公式 那加公式的地方 一样就是 你再串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 然后end把i串在中间 这样就ok了 其他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做个复习 所以这两题 其实蛮类似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下下个礼拜的 要考的 这个第二道题 所以可能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